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张屁股决的老高小妹玩一张 这能说吗 这能说吗 聚会不无聊 开心到冒泡 酷的聚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完颜洛容 也是诸葛青 就是诸葛青他挑染嘛 当时接这个头发的时候我就说 你快给我接 因为我每天早上我想多睡20分钟 结果我错 我收工回去 我洗头我吹头发得吹一个多小时 崩溃 剧版如何还原诸葛青的咪咪眼 就我跟导演讨论过 然后跟主创们都讨论过 咪咪眼跟睁眼 只是要把它的一种人格面具给演出来 就是他咪咪眼的时候 其实是对于所有世俗的一个面具 其实他对老王推心置腹说一些话的时候 或者是他真的是有情绪在表露的时候 反而就没有咪咪眼 所以动漫里是用咪咪眼来 表达 但是可能在我们演戏上 肯定不能我永远都闭着眼睛演 对吧 一组前做了哪些准备 其实还挺多的 比我早进组的只有冯宝宝 宝尔姐 就是因为我们要练武术 你知道吗 然后因为诸葛青打的是八级拳 然后就 这个 剁不 搓不 剁然后搓过去 这样 对我特别像一只大支主 你知道大支主 然后就 手太长了 然后我就瘦 特别像一只大支主 我这样聊是不是聊得太随意了 我还买的什么像梅花艺书 那种书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开始学 然后看一下 然后就开始 会简单的一些补挂 对你的台词基本上就是专业术语 干货 全是干货 就是我那个台词有一场戏 我们废弃楼那场戏 360多个字 一口气得说完 密密麻麻的 全是我的字 这不为难我吗 去看剧 像的地方是 好胜心都很强 不像的地方是 他粉丝多 这能说吗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他就是一个很敬业 就是我觉得他有点自律 你知道吗 这个人 我真的要小小吐槽一下 我八点化的妆 早上六点给我发消息 老青我跟你说这句台词你觉得 老青我觉得这个台词 咱们这边不能这么说 然后你看一下你这边怎么舒服 但我觉得这一段 我说 我说兄弟我 我说 我还没睡醒 要不 我们现场碰一下 我们现场碰一下 我也这么觉得 就我天天也做功课了 但是你知道 他就太认真了 你知道吗 那你就怪他自己的作息了 他的作息是 王也在剧里的作息啊 诸葛亲眼中 老王最帅的角度是 是 我怎么说贝贝骂呀 哈哈哈 我想要我们就觉得正脸 正脸是最好干的 对对 认真的认真的 你们去看一下老王的特写 贼睡 看过圆满一人之下后的感受是 我觉得特别热血 就是它很燃 我对剧的理解就是 人生的道路跟 道这个字 在并行的一个路 然后每一条道路上呢 有些时候朋友会陪着你一起走 自己要走完自己的这条道路 你自己要清楚你脚下踏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过程 就是我们这部剧要拍的 除了诸葛亲最想演这部剧的谁 这能说吗 对 王也 我觉得王也帅啊 他走的时候你知道吗 背对着我 就那个很潇洒的跟我挥的手 挺有那味儿的 流放荒岛 只能带剧中的一个人 你带谁 在荒岛多久 短期带小火神 不能吃生鱼片 现在吃个一年半载了吧 你得烤一烤呗 长期的话 带老王 可以防止衰老 他在控制时间 他得累死 那种动物形容自己 狗 就我是属于那种 有吃的我就挺开心的那种 像哈士奇 像哈猫 你知道那哈士奇很奇怪 他们喜欢跳起来 就是让我屁股撅老高 想跟你玩你知道吗 你再会吧 最后用角色的口吻 安利一人之下吧 集成已到 一人之下转的上线 记得看哦